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能成为度过难关时的精神食粮 来听今天的故事 预约美好旅行 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旅游 在我们家 行程规划 订房安排 交通方式等等 都有先生一手包办 我和孩子则轻松地享受旅程 但最近一次出游 大女儿主动要求承担起行程策划 先生也欣然教出这个职责 从使用Google表单票选旅游景点开始 到制定完整的路线 美食和住宿攻略 我们对大女儿的规划能力 以及对3C产品的灵活运用感到惊艳 她也因为获得肯定 而对这次的安排胸有成竹 信誓旦旦地说 这次旅游包您们满意 然而 出发的第一天 导航系统出现问题 导致时间拖延 餐厅定位被取消 经过讨论 我们决定听从大女儿的建议 前往原定的餐厅现场后卫 然而 等待时间过长 引起了小女儿的不耐烦 餐点也不如网上评论的那么好吃 原本的行程更因此延误 用完餐走往停车场的途中 我看到大女儿脸上显露出沮丧 当我们到达停车场 就听到附近传来争吵声 和小孩的哭泣声 你怎么顾孩子的 让他撞这么大一个包 还不是你坚持要来这家吃 等那么久 孩子当然坐不住啊 出来旅游 每次都吵架 干脆回家好了 哼 回家就回家啊 我们面面相去 赶紧坐上车 刚坐好 小女儿突然说 餐点等超久 又难吃 已经很亏了 他们现在连旅行都泡汤了 不是更亏吗 听完 我和先生忍不住笑出来 大女儿也跟着笑了 先生启动车子 大女儿的声音也响起 爸 妈咪 妹 我不应该一意孤行 觉得自己规划得很好 就一昧说服你们附和我 还有 谢谢你们没有任何抱怨 先生点点头并接话 现在知道负责规划不容易了吧 大女儿连忙说 知道了 知道了 听到先生的话 我回想以前出游 我和孩子似乎没少吐槽和抱怨呢 忽然意识到 过去的旅游之所以能够和谐愉悦 都是多亏了先生的不计较 旅途中的意外插曲 让我们深刻体会到 家庭旅游的真谛 不在于事前的完美计划 而在于共同面对时 所展现的态度 这场旅行才刚刚开始 我们将继续保持好心情 互助 互晾 继续未完的旅程 你有没有在旅途中 遇到什么波折和感悟呢 你认为旅程中最美的风景是什么 愉悦的心情 才能更加欣赏旅途风光 融洽的旅伴 才更能享受旅游时光 旅行时 既得带上好心情 也让自己成为好同伴 人若爱生命 愿享美福 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 你喜欢今天的故事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或到脸书 与我们分享你的旅行经验 本节目由 普公英希望基金会制作 记得追踪关注 分享给更多人 点亮彼此的心 用零钱捐款 支持我们 继续用故事传递祝福 陪伴更多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